-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2016 UCR高雄站 然後等一下看到一台畫面 就是摔車 各種摔車 誒 你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 這是這次的播報員 我叫阿昌 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位播報員 我叫箱子 對 沒有來看比賽的箱子 在影片 看影片打嘴砲 心在台灣 仍在日本 不好意思 我那天一個人講了兩天 一個人講兩天 這次還有我們的雨賽 新的賽制 跟以往不一樣 還有耐久賽 耐久賽講到快睡著了 後面中間我就直接閉嘴不講了 沒關係啊 前面是我們的精彩回顧 對 大家看到我們的迷敗 還在第一位的是我們的遊子 還在第一位是我們宋浩蘭 宋浩蘭才說還在第一位 第一彎就感覺大家殺氣騰騰 對 這個迷迷 bike 這個車種比較不一樣 各種車種都一起去一趟 像我們那時候 大學時期剛開始玩車 大家也都玩不同的車子 唉唷 一個精彩的超越鏡頭 這個應該是劉士漢選手 一個精彩的走內線 對 在這個彎角把人家敞開了 好 現在已經到賽斯第一圈的中段 後直到... 還沒有到 快到了 最後兩個彎 最後一個法夾彎 最後一個法夾彎 大家看這個法夾彎 平面上看不出什麼端倪 可是事實上呢 它其實是一個小折 考驗選手的技巧 曲線的重要 沒錯沒錯 而且這個賽道 現在比較不一樣 為了這次的比賽 現在這個設計 是一個比較快速的賽道 現在進第一彎 接第二彎的地方 速度都非常快 像我們之前那個 進完第一彎之後 馬上就是一個右法夾 哇 那個法夾真的是幹掉很多人 對對對 以前騎上草皮就是紋死 對對對 現在還可以騎上草皮 還可以沖籠製在旗下 沒錯 以前騎上草皮 你是一定要帶勤腳 你不帶勤腳 你就進不了彎 要嘛就是 直接出彎弄屁 要嘛就是 你進不了彎 在草皮上滑倒 對 沒錯 就是在那邊摔 摔了好幾次 阿昌跟我都在那邊吃過苦頭 對 現在這個賽道變革 讓整體的速度提升很 比賽可看性也增加不少 對 那就是他們這個 這場比賽裡面 我們最快單圈 應該做到 40到43秒 哇 以迷你敗個來說的 很有水準 這個 這個 現在起來 現在應該還是送號籃 送號籃 選手 其實後面 後面是謝志偉選手嗎 後面是那個 劉思汗 劉思汗選手 劉思汗 你看他應該發動進攻 對啊 其實貼著還算 有機會發動進攻 每次進彎的 煞車距離 都一直跟那個 前面的送號籃 都一直在縮短 差不多兩個輪胎的距離而已 沒錯 你看出來 縮短到只要一個車身主要 可是後面這個小車 真的非常能進攻 對啊 這個Racing Line太窄了 對啊 陸服是不是 欸有喔有喔有 有機會了喔 大直線體有機會發動 哇一個外包 這個輪子有沒有掃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 沒有應該沒有 沒有我們可以看到半動作重播 沒有 這個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乾乾淨淨的一個外包 乾乾淨淨的一個外包 乾淨淨的一個外包 我覺得是太緊張了 心理壓力 對他使用一張覆蓋的陷阱卡 對 心理壓力 然後馬上按著煞車 煞車等一下被 真的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其實在內線的人不用這麼緊張 因為再怎麼樣 就是把人家開出去了 就是把人家開出去了 對啊 一外包也是把他頂出去了 對不對 剛剛應該就變成一波帶走 結果被人家把自己帶走 真的 對啊 剛剛如果沒煞那麼大 就算滑倒也是把他一起 震包 珍珠打包 對 鬼州款款欸 回家 這個現在的大學生 道德素養太高了 對 像我那時候道德素養比較低 你看他大專的時候 騎飛翼 撿人家線 亂騎車就是你 對不對 呵呵呵呵 其實在這場上你看 你內線假裝 你真的要雷出去 你還外面的人可以靠一下 你是不是就這樣救回來 對 對 牽手 牽並肩 輕連心 比起過終點 呵呵呵 你有沒有玩過那個 物理課 不是那個球嗎 在講牛頓定律嗎 右邊撞過來 不是最左邊會彈出去嗎 我那時候看的是 看暴走兄弟學到了 喔 撞到啦 我車還載你車出去 沒錯沒錯 我現在就是 以色列隊 剛才說到暴走兄弟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他們車都可以停話 是那時候就有 語音有Siri的概念嗎 沒錯 沒錯 每件Siri 還可以控制他 還可以跑到月球 我記得第二代暴走不到月球 有 有啊 他們有個通道 通到月球 通到外太空去啊 你是幾年次啊 為什麼我覺得我看不太一樣 真的真的 那段子裡面有一段是世界行 我記得他們世界大賽的時候 那個什麼美國隊啊 什麼各種 那是第一代 剛剛還有第二代 我沒有看過第二代 沒有第二代 有一個精彩的超車啊 應該是我們的 是在第一彎嘛對不對 對 應該第二彎 第二彎 第二彎 第二彎接第三彎的時候 接那個髮夾的時候 李爺翔做了一個 精彩的一個 玩剎車 然後超越前車的動作 不過李爺翔 選手也蠻苦逼的 他在 測試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失誤 導致沒有好成績 然後到預賽的時候 也錯失了一些排位 然後一直到決賽 等一下 也是 苦逼收場 你看到現在 苦逼收場 他其實表現真的不錯 只有實力 運氣差 對 來自平東科技大學的李爺翔 他也是一個比較 新生代的選手 然後他們蠻注重團隊合作的 看他自己 沒有超車 這個玩數不夠過不去 太可惜了 先被他蓋回來 先被前面的選手蓋起來 沒錯 皮A還沒受 那你剛剛 苦逼 哇 剛剛講完叫苦逼 苦逼都這樣 又被蓋掉啦 有沒有沒有蓋掉 沒有沒有 就是輪胎沒有碰到 線路被蓋掉 他太緊張了 對我覺得 對啊就是殺的太急了 而且後來就沒有重新回到賽場 真的假 這樣就車壞了 皮卡丘號 我一直講一下皮卡丘 你說那個專業一點叫什麼 喔 其實大家看那個圖裝 他是MOTO GP的 MARK VDS車隊 對對對 就是一隻獅子 對 MOTO II還有GP 都有他們的車隊 是獅子不是皮卡丘 我那天一直講一下是皮卡丘 我今天聽到你講皮卡丘 我也是蠻傻眼的 我書讀了不多 書唸太少 看到這個是 怎麼唸書啊 這看GP啊 身為一個台灣人選手 沒有看GP的 喔 大家說要國際關嘛 對不對 國際關我都關在家裡比較多 國際關 好 欸是一個套圈的嗎 贏套圈贏套圈 還有 還有第二台買摔車 讓第一台買摔車 要套圈沒有拍 另外一台買150摔掉 要不要聊聊這台車的內幕啊 這台車很多故事 不過就我想留給那些 有故事的人 去享受這台車就好了 好那有故事的人 電話如下 大家看我們的壽司在這邊 好不好 電話如下 對 反正這是一台不錯的車子啊 應該是充滿故事性跟傳奇 還有 不說了 就這樣 對 其實 其實每位選手每一場比賽 都講 我就講說 都是台灣賽車歷程的一個拼圖 而且每一場比賽 都為台灣這塊賽車整個大拼圖 放上一小塊 去增加它的一些故事跟可看性 它就是一個歷史 我們就每個像是一個小螺絲錠 推動了整個大機器的運轉 或者是讓整個大機器崩壞之類的 哇 崩壞跟這台車應該是拖不了什麼 不過等一下拿第一名啊 先拿第一名 行行行 現實 這台車上面已經有灌注太多前輩的意念 對 拿第一名就沒話講 不要嘴巴人家 因為人家畫面是帶人家 帶著他 我們的劉士翰 好車 他是中國文化大學劉士翰選手 好準備充現啦 準備充現 方格起揮下 耶 一個非常大的差距 拿下我們的冠軍 沒錯沒錯 第二名是來自原本科學大學 謝志偉第三名 中國科學大學 陳柏源 來恭喜三位選手 拿下我們這次 UCR 夏季戰 的下一站 冬季戰 我今天一直講夏季戰 這個搭檔還留在夏季戰 我們的回憶都在夏季 對對對 那種頒獎典禮 哇 這個選手很開心 畫面都在旁邊的選手上 為什麼冠軍被卡掉 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冠軍被 有聽到有聽到 有聽到有聽到 現場有聽到 導播 導播有聽到 恭喜三位選手 辛苦了拿下 覺得對焦都是對焦在女孩子身上 重點不是 是你眼睛對焦 喔 不是鏡頭問題 不是鏡頭問題 是人的眼睛自動對焦 厲害厲害 改變我們發瘋輪胎的贊助 發瘋輪胎 發瘋輪胎熱情贊助 還有馬吉斯輪胎 還有馬吉斯輪胎 還有WeeBike SPEEDR 還有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我們國內的一些熱情的廠商 推動比賽 為我們基層賽事做盡一份行李 沒錯 最重要的是能夠在 這是一個魚幫水幫魚 沒錯 一個賽事需要發展 需要資金 發展的同時 有了一些觀眾說 廠商們的投入 就可以讓這些觀眾們看到 廠商也可以藉由 機車賽事 或是機車使用人口的提升 廠商的獲利也會增加 沒錯 可以做一個魚幫的循環 好的循環 現在是我們的 100D 100C 還有 1250寸D 10寸D 因為現在比較多的車 都是那個 終於有台 VJR125 真的假? VJR125 什麼奇怪的機車 VJR125 第一台車 他們前面的 大部分都是以前 舊的VJR 舊的VJR 100或110 100C 那些比較快的車 以前還在KCC 那時候 一些比賽車 回鍋在這邊 因為現在 10寸100的組別 慢慢的就已經消失了 對啊 慢慢變少 我記得以前的100很快 在以前那個 秋科龍選手 對 TXR或是KCC 對 TXR初期的時候 哇 那時候 RSZ 或是VJR 都搖手 對 車又輕 又很巧 10寸車還是有十分靈活的地方 不過 因為 比賽的限縮 跟市場上的反應 對啊 最直觀的是市場上的反應 現在大部分的是 125 12寸會主流 對 沒錯 或是125 10寸 而且現在 車子 那個 車廠那個 產品線慢慢限縮的時候 這些車子 慢慢就不是整個 就是 年輕消費出去的主流 首選 對 可能之後 在妹要挑小台 車子 比較急一點 直接急一點 哇 最好是野狼拆把手 現在妹很挑 要現在開賓士才拔到 沒有 賓士 開BMW 開雙B 不如騎大筆 沒錯 你講到重點 騎大筆 但是我應該辦個B with 騎大筆 用大 不是啊 我亂講話 OKOK 開老B 這個 你女友的打卡 大家都看到 對 好不好 笑話 這真的很好笑 不過 礙於尺度 不方可以講出來 如果 不是 這個錄製的現場 直接開噴 對 現場 一定直接老B下去 對 直接老B 我開老B 對 老B 沒錯 那是130嗎 對 真的很經典 經典 好玩 好玩 以前車比較 以前車比較直覺 它並沒有太多 輔助系統 沒有電子的東西 沒有太多電子輔助系統 所以開起來 駕馭熱區會特別高 就是一個卡丁車的概念 最直接的 沒錯沒錯 有顆卡丁 對 有顆卡丁車 90年代 80年代 那時候的轎車 都比較好玩 操控性比較直覺吧 對啊 現在電子輔助很多 開起來都不知道自己開什麼 對 我們現在回到賽事 現在每個選手之間 好像都沒什麼超越的機會 欸 才講完 才縮嘴被打得嘴 哇 第二名選手 直接走內線 直接超越 而且這彎術相對來說 應該快不少喔 感覺應該套拳者 應該套拳者 我覺得這個速度差距 這速差 應該不像是 鬥爭 沒錯 立刻拉開了 十個側身 這應該是 套拳者 然後第一名 還有我們呂冠名選手 對 來自我們南台科技大學 對 現在其實蠻多選手 頭上都會裝一台 就是像GoPro 類似GoPro 類似GoPro 類GoPro 有人說是那個 叫什麼還是 SJcam 喔SJcam 對 不要大眾是SJcam 立刻就有一個精彩的陣道了 神御翔 神御翔 好 看起來人測都不外 先起來繼續騎 這也是我們最熱見的 再次就是 最怕就是 你知道嗎 摔車之後 造成一些身體或步驟的損傷 沒錯沒錯 摔了就要繼續 不過摔完還是要檢查一下 欸請問這位是來練車的嗎 其實 就每 這大專比賽都是這樣 就是 難免都會有 就是 程度上的差異 不過我們樂見的當然是說 藉由來享受賽道嘛 對 挑戰自己比較重要 沒錯 對 如果你為了怕說 噢他們都練車 練很輕 騎很快 他們車都花很多錢改 我就不來比 對 這樣就二殺了 二殺就是自己的希望 沒錯 也許你今天看到後面這樣子騎 哪天就 不同反響 我跟你講 對啊 今天被人家定一定 每天眼淚擦一擦 每天下課就去練車 對啊 每天在那邊定員落吧 對不對 對不對 下一次我們要講他的時候就是 欸 帶頭領先 領先 才在第一圈而已 就領先了半圈 他是不是在不同地方起跑啊 這個太扯了吧 第二圈就領先了一圈 第三圈就開始套圈 哇靠 那個 別的東西不一樣 嗯 這邊也是一個 沒慢車超越 慢車被超越 對 慢車超越 你看出來那個車子其實就不一樣 看來帶頭的車子 改裝幅度就比較大 對 其實現在 前幾名應該都是維持一個很難以撼動的距離 那天比賽狀況大部分是這樣 就是我們那個一排C組 前面那幾位選手很快就拉開了整個比賽差距 而且把整個比賽的那個狀況都帶開了 都已經定掉了 所以比較多的時候都是這種慢車超越的時間比較多 其實慢車超越我覺得相對有一些風險 因為慢車的選手可能比較少比賽經驗 對 對 看到藍棋的時候其實不知道他還回什麼東西 也甚至不太注意場上的旗號啦 我覺得他們可能很專注在每一個晚上 就沒辦法分身 那其實我覺得旗號是更重要的 對啊沒錯 賽車場上唯一能夠跟選手溝通的就是旗號而已 對啊 因為賽車場上其實有很多狀況 譬如說有步屏的掉落啊 或是有油漬啊 或是前面有車手跌倒等等 對沒錯 都是靠著旗號去跟選手溝通 然後你在後面說 欸!! 卡不卡慢的啦 所以我說那個賽前的那個 賽前的那個宣導是非常重要的 對 車手撿爆是一定要當 欸這邊有一個比較激烈的鬥爭 contributors trzeba看到後面第三台車 它騎的是那個VP VP 單槍 單槍依 так Kirby VP就是那台假近戰 那是GP GP 應該是GP25 三羊還是 GP125應該是SYM的 三羊 VP就是那台假近戰 對對對 當年被說是假近戰 當年說 這個近戰87%沒有更像 現在又是一個 兩輛桌對撕殺 應該是桌對撕殺了 這個圈處看起來是差不多 沒有拉鋸 開始囉線路區的不同 沒有成功了一個超越 賽斯已經進入到最後一圈了 最後一圈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更激烈的火發產生 倒數第二個彎角 這個手得漂亮 緊貼內線 地上有一個好像花心塊的東西 真的假的有看到 剛剛在畫面上有帶到一個黑色的東西 在出彎的地方 唉唷 唉唷 一個碰撞 是一個 側邊撞到他的車頭 是過去一個 GIMME FINE 招呼 讓開一點 就跟我們去大陸 搭地鐵搭公車 上軌道交通 就被擠開了 讓是一個像按打巴一樣 先撞了再巴 讓的是告知 他不是請 而且是事後告知 事後告知 擠開完擠開之後你要蹬他 就要跟你說讓了啦 前面這個慢車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最後一圈呢 最後一圈 方克琪揮下 通過終點應該是我們第一位 是呂冠廷選手 來賴偉豪選手 對 跟他後面應該在爭第三 唉唷 一個揮手 唉唷 用完了 有余少佑 余少佑跟陳瑞豪 剛剛應該在後面鬥爭應該是這兩位 嗯哼 恭喜我們的呂冠廷選手獲得第一名 第二名是我們的賴偉豪 接下來排第三名是余少佑 分別來是南南科技大學 跟國立平農科技大學 跟平農科技大學 對 平農科技大學 現在導播有Sense多了 對 張基東頒獎 哇 我們帥氣的中哥 對 沈玉祥 這四年來看著中哥的成長 還有體重的增加 我們是稀有七七年 沒錯 看他肚子越來越大 真的 越來越有那個半賽式的感覺 對 對 以前的想 欸導播Cue中哥幹嘛呢 當然是要Cue冠軍啊 對 那Cue旁邊的修哥嘛 呵呵呵 這個就不好說 這個就心靈莫屬 欸 那修哥好驗熟喔 這是高流的 是嗎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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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我 不是吧 有點像 有點像 對啊 有點像嗎 可能就是 你也知道中哥就很吝嗇 他就不太會花錢去 就是你知道嗎 走媽找自己女朋友啊 找女朋友的朋友 找朋友的女朋友 找路人 呵呵呵呵 就是各種朋友 有關係就不用錢這樣 對 對 可以 可是 基神賽斯 總是比較辛苦 也是啊 剛剛開始比較辛苦 希望有大廠商 投注他 一年給他個幾百萬 就不得這種事情發生了 就可以找名摩來 找凱臥名摩的人 對對對 叫他讚 罰讚 罰讚在那邊一整天 我給你兩萬塊 你就讚巴小 對 對 就在那邊 讚 我就喜歡看你們罰讚 對沒錯 沒當過兵對不對 我菜 沒當過兵 沒站過哨 菜 叫你站四班哨 連卡 一天最多三班啊 現在 沒有吧 現在不是 站 站兩些四 站兩些六 站兩些六 對啊 所以一天最多三班哨 對啊 在座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蠻多同學 都沒有當過兵的 不過我沒有站過哨 當過兵的時候 為什麼 文書兵 編制外 又不去排哨 所以我都笑別人 啊哈哈 你要去站哨了 好 請你離開 現在就我抱 等一下 看到我們的 好現在是我們125的D組 然後這也是最貼近我們市售車的一個組別 改裝幅度相當的小 那其實 由這個組別的設立 就是無非希望讓大家 能夠用最清金的價格來接觸賽事 對 結果事實都不是這樣 我要看到大家 對 各種偷竊 各種偷改 各種改 這在限制範圍內的超極限改 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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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沒錯 比賽最重要的 沒什麼叫課金 對 當然你看 課金課最大的是 越高階的賽事 有課越兇 像看看F1 四輪的賽事 那個優臺 隨隨便便那個 點點的布屏 然後課一個金 他媽的 他改個比 推個0.0幾秒 他們也開心 沒錯 他們那個空力套件 大改花個20億去研發一個新的空力套件 而最近就是冠軍了 對 我最近看過那個豐田 以前我看那個豐田 那個 還在比F1的時候 你說這個Honda車這個還是 TOTA TOTA 對 好久以前 然後我看那個介紹 他們自己的那個 探仙 探仙成型廠 哇 它一個超級大的那個 那個 抽 那個 探仙成型的那個廠方 就設計完自己的生產 對 一條龍夫 所以那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對啊 不過看到他中間 有提到一個就是 他們那個人力的成本 非常的節省 就是在賽事淡季的時候 他的畫面的時候 就帶到旁邊一個 推高機的司機 他說 這位是推高機司機 誰誰誰誰 他在淡季的時候 是做工廠的推高機司機 跟卡車司機 但比賽來的時候 他是加油手 哇 一人身兼三職 對 壓榨勞工 塞車就是壓榨勞工 對 壓榨基層勞工來成就一位英雄 沒錯 對 或者是成就那些車隊背後大老闆的 口袋 一將功成萬苦苦 對 像這兩年就是Mercedes 對啊 就是完全成霸 就一顆引擎做出來了 哇 完全成霸整個F1 對 哇 這個是我們的 台二弟的楊忠宏 他應該是有點小外拋 然後上到土堆才倒置 那個鏡片1600他快點撿回來 沒錯沒錯 對 後輪上個土堆 對 上土堆之後一個 都沒辦法救回來 通常是沾連圖比較好奇 不過他可能 他可能沒有零匯到沾連圖的起放 可以零匯到沾連圖比較好奇 可以裝到其他輪胎的 哈哈哈哈 裝到其他輪胎 牆上的輪胎 我剛才看到他一直想要撿鏡片 對啊 因為鏡片很貴 如果是那種進口帽 鏡片一片都在一到兩千塊左右 對 快點撿回來 撿回來 快點刮傷回去拿出拉推一推這樣 那我先撿鏡片 鏡片好貴 對啊 因為大家知道嗎 這安全帽有些為了安全措施 他怕鏡片在碰碰碰都會破 所以就自動彈出 先用彈開 像我之前 玉頂安全帽 那個卡榫就斷掉 摔車就直接卡榫 直接噴掉 他有個設計上有個結構落體 斷在那 然後這個鏡片就彈走了 對對對 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眼鏡的安全 沒錯沒錯 好 哇 這個姿勢非常的帥 非常的一敗 比這個組別 前面的選手 其實我看他們騎乘風格都蠻成熟的 代表他們應該是 裝作 經驗展 經驗展 然後騎落車來比 對啊 有時候他們這樣挑軟飾子 就是想要多拿幾個獎盃 高階選手 然後騎落車 也不是說太弱 也是客機客滿重的車子 就不是客到滿等的 對 因為畢竟還是有規定 差不多87%的車子 對 對 哇 這個前面這位選手 是一路獨走 對 應該在剛剛這個事故完之後 就形成一個獨走狀態 是呂冠廷選手嗎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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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堆車鎮 裡面應該是有夾雜一台慢車嗎 還是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因為第一組的車速就會差不多 所以看起來就會 我覺得有大亂鬥的感覺 對 五台車大概都一到兩個車身 那天這組還滿刺激的 就是 前面大概形成了 兩個 前面兩個 中間比較刺激的就是這五台車 這個很有MOTO3的感覺 對 一次五台車一起準備進完 一次進出完 其實說不準說 就是誰會在這五台裡面擠出痛苦 對啊 因為有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小碰撞 那可能最後一個車手就 就痛苦了 就痛苦了 因為這看出來他們其實實力很接近 沒錯 都在互相使一些小動作 但這麼小的一個法夾彎使用外包 不太可能 對啊 他都會使一些小動作給變壓力 沒錯 就是嚇唬他 就像我們上上組的一個選手 在大直線被嚇唬到 對對對 就是嚇唬他 欸 其實第三台車剛剛那些是有機會 這個組別車速慢了很多 所以 還是有機會 要靠動力這種超車比較難 要靠一些小技巧 應該就是 拉薩波 有給人家一點壓力 對 要嘟不嘟的那種 最討厭 抽他一下 抽他一下 然後他感覺到 誒我的存在感在哪裡 沒錯 他就會緊張 對 趁時候在旁邊 手中跟他摩擦一下 摩擦摩擦 在地上摩擦 要讓他換他在地上摩擦 在地上摩擦 這個就不太好了 對 我們還是有運動家的行程 對 我們在限度範圍內 做出一些提醒 如果你有看去年的那個大鵬灣嗎 那個 台灣大賽車嗎 汽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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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沒看 那個蠻 他的那種糾紛蠻多 怎麼說的 他那個碰撞 我直接是故意 直接去撞他 在賽道上 直接開車 就是駕駛 之前比賽車去板壓比賽車 撞出去 太誇張了吧 而且是在那種 直線路段 直接去塞他 先回到現場一下 直接有一個在 直線 直線完的第一個彎腳 平反煞車 直接一個超越 毫無煞車就直接衝進 就超掉 就抱持著 反正要彈也是把你彈出去 也不是我先出去 其實我覺得 那天的賽道 第一彎其實 我就蠻擔心的 結果反正第一彎事故比較少 因為第一彎彎數很快 對啊 然後又沒有什麼緩衝區 因為過去就是跟觀眾 就是面換面 近距離接觸 對 然後就可以送經驗品給觀眾 欸我們現在準備送這台 第四台 四台戰 看人家接到這台 然後滑快滑快 鏡片鏡片 哇這組真的是 兩台車到現在 距離還是蠻接近的 沒錯 不過第一台車剛剛有拉開 第一台車在經過那個超車之後 感覺信心大增 對 這一圈至少快要壓一秒 然後後面還有加入的新同學 感覺 後面的車也慢慢轉 一、二、三、四 最後一圈 一、二、三、四 還是五台車 大概是五台車 又有一個超車 哇差點被看板就擋住了 這個角度 沒錯 厲害 這個黑色車 剪接的厲害 有發現到這個 沒錯 微小的超車 其實有時候在現場伯伯有個缺點 就是一個黃色 對 因為距離蠻遠 大家其實就跟螞蟻一樣 對 像那天有一個很大的事故 就是 低頭一看 哇靠 大家已經躺在地上了 起來就躺一片 那這麼快 其實現場伯伯還是站在經濟 對 他低頭一秒鐘 抬頭一秒 哇靠 怎麼一堆躺在地上 裝沒盤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 他們已經通過中間線了 還沒 還沒 應該這是最後一選 這是最後一選 這是Final Lab 喔 Final Lab OK 好 那第一名的選手已經充現了 是我們南台科大的旅館同學 沒錯 接下來第二名是何幾千一樣 南台科大 欸 至少都是南部的 中南部的同學 因為我們特別的UCR 就是以往都是在北部辦居多 對 那今年就是希望我們第二場 我們冬季賽 能夠造福我們南部的同學 因為每次都叫他們來台北 來桃園 沒有沒有沒有 不過看到一些北部的選手 依然還是有不錯的一 像看到這個蔡曉辰 那是中部選手 中部來的 導播又有什麼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這是正常能量釋放 正常能量釋放 對 現在這個就有問題了 對 沒有太多人想要看臭男生 要把每場比賽都要請那些女郎幹嘛 對不對 以後我就要代班頒獎 就是第一名就找 修哥我上去班 唉唷 這個就有噱頭了 對 有噱頭 大家就會砍 大家就會多點點一下 今天最正的 我們來個UCR選美小姐好了 對 UCR選美 UCR小姐 對 以後就變成那個 大專 大專 小季選美比賽 好 有搞頭 附加賽車活動 對對對 賽車變暖場 對 賽車變暖場 賽車會請一些特技表演暖場 熱舞色啊 熱音色啊 以後不用 對 我就是選美 然後賽車當暖場 搞不好拿戰裝比較好拿 真的耶 賽車變輔助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跟中哥聊一下 對 看有沒有轉型 UCR 系列就是這樣子 像Nokia 沒有轉型成功 就掰了 柯達 他轉型做防彈背心 喔 對齁 他在做防彈零件 就在身上安裝防彈零件 最新的手機 好像還是有幫忙擋子彈 還行 Rumi 好像有個跳彈 跳彈是怎樣 就是沒有打中目標 然後彈反彈 這個叫做 扭彈 跳彈是比較不一樣的用處 對 這個 反正就是 也是有幫使用主 這是題外話 好 我們再回到賽事現場 我們的 Bike D Bike D 2016 UCR 冬季戰 Bike D 哇 完全正確 刀海裡面 對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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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Bike D 第一台車已經拉開了小小的距離了 然後後面2345台車 目前是騎乘一個距離 哇 這個走線真的是 Bike D 這個不錯 就是我們拿下冠軍 應該是 其他第二應該就是我們的成立群 嗯 他一直瘋下大拳 對 他表現不錯 但是這Bike D 你看中間也是看到滿一圍 滿一圍 滿一圍好像滿多元的 他什麼組都可以尬一下 下打mini bike 上打Bike D 對啊 各種組別 是要改好一台車一次跑五個組別 對對對 厲害了 之後不會還有統規啊 還有這個我們看到我的金勇哥 金勇哥 金勇哥 他上個站不是也有跑嗎 對 沒錯沒錯 他這個依然就是依然騎的金勇 我還來嘴炮他 說他鏘阿公的車出來騎 對 哇 這是叫你阿公來囉 對對對 叫你阿公來囉 哇 這個 拍這次決賽的第五名 哇 金勇哥 金勇哥 國立秦毅大劇 真為者 印象深刻 厲害 其他都不用講 講他就好了 金勇 前後古葬 我去看過他的車真的沒什麼改 連排氣管都沒改 連後擋泥板都還在 後夾也還在 所以這個光陽副總叫過我們 人的能量決定車的力量 即便你騎的是阿公不想要騎的 那台老警用 今天阿公不是不想騎 阿公在家已經去報警了 我都還沒去啦 失竊了啦 我都還沒去啦 所以那天警察後來有來找他 沒有啦 開門就好 說不定這台車的年紀 比他年紀還大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這台車是阿公的警用的話 連引擎的形式都比現在在場 場上的車都還要在落後一節 真的耶 以前是那個 OHV引擎 底子凸輪軸 用頂桿去頂那個氣門的 引擎反應很慢 然後又要去調氣門間隙的車子 前後鋪煞 高靶 原廠胎 每一個配件都是上個世代的產品 每個配件你都想不到他為什麼可以騎那麼快 真的 不過他今天騎的這樣子 我每次都想說 我上次都跟他講 你有沒有去嘗試去騎一架比較快的車子阿 對啊 隨便弄一台野狼都好一點了對不對 你可以騎超快的 因為你這種爛車都可以騎的 任不得心 對啊 阿他怎麼說 他說他有機會他會去嘗試 因為他原本是有比賽車 可是車子就沒有好 所以就誤打誤撞用了金勇 來練車 然後發揮出 所以沒有人在下機賽發覺說 我還蠻會騎金勇那種感覺 金勇王 對金勇王 我那時候說半個 全國金勇統規賽 還不可以拿冠軍對不對 唉唷 哇 這剛剛這個一個超車 內線 小輪金的優勢 小輪金的優勢 內線中國內線 騎到將近紅白紅的概念 對對對 沒錯 哇現在這個選手 第二名檸檬者 978 他就是 978 真的是978欸 選手號嗎 對 他一直那天 一直上來找聊天 他一直講說 他是978 他一直講說 你跟自我介紹 他是不是很想要曝光啊 好我們就不要講他 OK 不要講他 代過 直接代過 要不然得了他的 對 好 現在我們 回到比賽這樣 KDR 進入到一半了 第五圈了 第一名的選手已經領先了 沒錯 他說第一名的領先滿多的 但是後面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978 就是978 所以這個也是 D組也是混 大亂鬥啊 KDR啊 然後 那個 FDR啊 MINE啊 FDR也算D組 對 因為D組是原廠車 FDR150啊 KDR也150啊 哇塑 這個馬力不一樣啊 可是FDR那麼重 我覺得 在這種場地 對阿 我覺得 逃不到什麼優勢 而且FDR很吃轉速的 車子 FDR那個 他已經偏高轉設定了 對阿 因為那個要配齒比較配好 不然其實蠻浪費的 應該有六檔 對阿 外齒比較配好 對阿 要不然就除非用個XB 對阿 可是這一次地址 對阿 所以沒辦法 XB就偷改 對阿 不然我就拿他媽的300來跑 對阿 350來跑 然後出彎就電死你 對阿 每一個出彎就快點1.5秒 對阿 直線就電你 對阿 進彎我再慢慢出彎再電你 對阿 進彎我就卡你 阿被操了喔 不好意思我直線一定把你回來 像我之前在那個 白色電車經驗 對阿 騎那個 我在K1 騎進口車 騎滑台車 海獅瓜 450 海獅瓜 騎不過那些 速克達 速克達每個人都騎50秒以內 我那天騎50幾秒 我怎麼樣 我在直線刷你卡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在衝沒 直線快你時速20公里 對對對 直線就衝很快 然後到境外 被人家操掉了 境外直線我就煞車了 好快喔 好可怕阿 哈哈 現在就是排氣量又死 大車嘴臉 大車嘴臉 對對對 騎白牌都去死吧 對阿 白牌我跟妳講 你們不是不會騎 你們是窮 在這個社會 窮 又沒有地方翻身 再見 窮就是該死 真的 你看 高劉 高劉家講過一句話 欸他說什麼 窮就不要玩賽車 他這句話打醒我 我之後就不玩賽車 我就來嘴炮他 哈哈哈哈 說得也是 窮就不要玩賽車 玩的嘴更窮 對沒錯 像我就是一個 大學時候 玩到現在 現在就是身無分文 窮 開始努力賺錢 像這個 我們的 箱子就比較 比較早脫離 早點賺錢 早點開始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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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實戰 沒錢就不要玩賽車 哈哈 每天玩什麼賽車阿 對不對 你這台KTR再快 去陽金 前面十幾個彎都扒掉了 最後夏金山那個直到 對不對 重機 阿200 對啊 旁邊抽根菸都比你還快阿 對啊 好現在都要賽事第八圈了 第八圈 感覺這裡有個超越了機會 走內線 喔 一個成功的超越 非常漂亮 對 剛剛陳立璇剛剛有被追到 不過他們兩個在決鬥 現在他們在最後一圈的時候 蠻精彩的 剛剛看到這個超越 好我們來注意一下這個鏡頭 所以後來又有被超過嗎 沒有 後來又守住了 不過他們兩個 就是陳立璇看起來 應該是前面拉開之後 就開始穩扎穩打 可是沒想到 後面又摸上來 就是又摸出一個 陳咬進 對 慢慢摸上來 偷偷摸摸的那種 陰險 陰險 突然影機車就出現 跟那個86的關燈戰術 很像 對不對 讓你先鬆懈 欸 大家這個年代有沒有看過頭文之地啊 還是 我不太能看頭文之地 我看那個彎岸 喔 彎岸 彎岸我就沒有看 我只是看頭文之地的漫畫 我不喜歡看動畫 我覺得動畫超假的 唉唷 哇 我覺得這個是 林夢哲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978 林夢哲 在978 所以摔車了 唉唷 不過看起來好 好馬取不好 要犯要到牢 對啊追到第一名 追到第一名 可惜 他人車應該沒有大礙吧 他真的沒有大礙 他很可惜 他很可惜 因為他其實他在 不管是第一天 或是 預賽結束之後 都展現出蠻高的自信心的 不過人家成績群就是蠻穩健的 對 穩搭穩搭 機器人型的選手 對 林夢哲他很有自信 可是剛剛也在表現出來 就是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從後面 然後 從排位不佳 慢慢一直一路追上來 一路追上來 可是應該最後兩拳 倒數第二拳 造化弄人 真的 造化弄人 可是比賽就是這樣嘛 車輪還是圓的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名 是我們的成立群 那是豐甲大學第二名 林彥廷第三名 因為他的驗車不服 所以被學校資格 對 沒錯 不過那驗車還是要 那個嚴謹演 我覺得中哥是我附導過前 沒有啊 他那個 就是 要刷一點存在感 才把人拉 夾號星 不然人家拉拉鍊 對啊 這叫什麼 總部分我們也修哥我一樣 還拉拉臉 你衣服好少啊 修哥我一定是往下拉的 還是往上拉的 太不清楚中哥為人了 重點是 要去拉 唉唷我已經講歪了 等一下 修哥 故意站到女朋友那邊 對啊 為什麼頒獎人不在中間 跟熊拍照 站在那邊跟女生拍照呢 刷點存在感 不要跟臭男人站太近 真的 大車嘴臉 對大車嘴臉 賽會決 對賽會決 欸我就是老大 我要搞誰就搞誰 他探是沒有啊 探是沒有啊 探是沒有啊 這專情 專情 媽 哈哈哈哈 不好說不好說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下一組的賽事 對沒錯 下一組來到的是 我們的 NCEO CN 也就是C組 C組 C組真的當天真的蠻基點的 C組車就稍微有 部分的 蓋裝設計 課很大了 CN的話 賽事說比較 比較 比較稍微 比較慢一點的拳手 不過 就是 這組裡面翻過去比較可看 因為 拳手們的實力比較接近 對啊 其實賽車 不是快就好看 出入毛圖 那個 出入毛坑 出毛坑 剛剛拉完屎 就來比賽之後 出出毛爐 出出毛爐 書念了不多 唯唸書 下次先Cue我 好不好 唯唸書 成語亂用 剛剛 剛進毛側 拉完屎 我沒有講錯啊 賽車這個大屎坑 不過 認真在講 其實比賽前拉屎 是有助於賽事成績的 因為你看 車殼挖 兩百個洞才偷清個兩百克 拉屎拉大 拋一點 對不對 然後撇個尿 太羅斯的錢就省了 對啊 全都太羅斯三萬塊 對啊 我覺得太羅斯這件事情 是最 最 最 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 應該說是CP值 最低的改裝 對 可是很屌 就是參加車劇 或者是 班劇 以把妹跟搶眼光來說 CP值是OK的 大大嘴臉的時候 要提供一個大大嘴臉 大大嘴臉 所以說 大大你這個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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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騎快不快不錯啊 你那邊 笑死人 我拿你皮衣全去改太羅斯 我出去別人會認得我是誰啦 對啊 那種車劇的時候誰看你騎快不快啊 當然是 妹妹都看什麼 看你車聞兩亮 對啊 哪怕 對不對 哪怕你是 長得很 窮酸苦命 騎大B就不一樣 對啊 騎大B 自動效應 對 自動效應 應該再試一次 騎大B B 對 啊B什麼東西大家就自己B 台灣玩車就是這麼苦B 對啊 就是 你看像 像選手們應該是在整個玩車玩機裡面 一個頂尖的人物 沒錯 因為他從 有車 玩車 到被車玩 然後投入這個就是一個屎坑裡面 出出毛 出入毛車出入 入是進入了入 一直出入 進去這個屎坑的人 練車就入毛車 然後回家就出毛車 沒有比賽 花錢摔車 受傷 又花錢 又身體又受傷 對不對 又沒有女朋友 邊緣人 這是學校中的邊緣人 以前 你知道以前我多邊緣嗎 出去跑山邊緣 如果你跑比賽 我不要跟你去 這很慘 沒辦法 沒辦法 上山路就電了 對啊 這叫做高處不勝寒 高處不勝寒 對 強者的故事 簡單一點就是你是邊緣人 對 玩賽車都邊緣人 女生不要做你的事 你要很低 很恐怖喔 你騎好快 你騎車一定要騎快 你車怎麼沒有大車 會騎車就是又快又安全 對 其實我正在講 其實賽車這個過程 帶給我一些 我騎到現在那種 安全駕駛的概念 對 安全駕駛的概念 我覺得騎到現在 讓我得到最多 是我拍的一些事情 結果我的試過率很低 欸跟我一樣 對 我覺得我自己的試過率很低 而且怎麼比較是 當我騎 我好承認 我在路上騎車 可能有點比路上快 可是我試過率又低的時候 這是一個技術的累積 沒錯 像我們很多就是同學 要看我 玩賽車以後 出去跟你騎車 我覺得你很危險 我說沒有 你仔細看 我這段雖然騎得快 可是我能夠在一樣的速度內 看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可以避免很多交通試過 很多次都是 我覺得啊要幹嘛的 可是 我就閃過去了 很多次都是 啊那個人要怎樣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 比較快的時間去反應 對啊 其實這也不能 我們不能講說 我們能夠預測危險 可是說 我們在一個很複雜的行車 雜訊的吸收過程當中 我們就化解那些訊息 沒錯 找出比較危險的部分 去避免它而已 對 就譬如說前面可以有一個狀況 那你可能在這個時間內 一般的就是 啊 棒 可是我們可能就可以說 欸 等一下有三條路線 那走左邊 過去 然後走中間有機會 走右邊好右邊安全 碰 右邊一個扭動的過去 對對對 就是這個時候 我常常在那邊想說 欸 行車這個行為 是一個很複雜的 雜訊的吸收過程 沒錯 我們要怎麼消化這個訊息 對 很重要 而且其實 你知道嗎 在路上大家說 什麼鑽車 危險啊 等等等等 你去騎過賽車 都知道這具體都很大 對 賽道聖經 彎道聖經裡面有一段話 twist the wrist 鑽你的手腕 對 這邊有一段話 我不想逆超多了 我們講 超車的那個部分 他說 只要跟門一樣寬的 只要跟門一樣寬的寬度 你都可以超車 就是90公分寬 差不多 一個90公分寬 你的把手最多的兩邊距離 比較自身的設定 他們說F1車手啊 他們離邊邊的護欄啊 大概是隔一個乒乓球的距離 差不多3到4公分 他們在每一個彎 你知道把路面 就是 跟那個護欄之間的距離 有到最極限 差不多3到4公分 他們才做出 F1的圈速 因為他用盡所有每一寸 可以用的那個抓地鐵 對啊 那個輪寬啊 那個車寬 還有一些速度上的考量 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賽車是什麼 屁股之勇啊 看誰不要命啊 即將躺在路邊那裡 還精彩一樣 很多科學人在裡面 對 賽車是科學 而且我覺得賽車的運動 存在一定有他的必要性 要不然不會存在這麼久 對 必要性是什麼的 我常常講 清朝的滅亡人家就在比賽了 對啊 人家以前騎那個什麼爛氣缸 跟腳踏車一樣的 都在比賽 你知道以前化合器是什麼嗎 什麼化合器啊 不是那種 複壓西紅絲那種 那是什麼 就是燈心 燈心物化師 最早以前 最早以前 就是 這個我真的沒 要請我馬上來分享一下 19世紀末的時候的話 19世紀末的時候的話 189X年 對 189X年的時候 19世紀末的話 其實是那樣 這跟那種燒燈心 那個酒精燈心的意思是一樣的 燈心物化 他用一個心把那個油吸進去 然後再給那個內燃機 可以爆炸 跟空氣再混合進去 哇靠 那這樣變硬也太大了吧 你的車都十塊十賣 你有沒有去看那個什麼 那個 Discover之前製作 還是瓜俐靖之前製作的 哈雷傳奇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那時候 喔沒有看到那一部 二號機跟隱形 傳奇車廠 法拉利汽車 那些 那些古科技 你看到現在很 不可思議 現在看起來還是真的很不可思議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賽車活動 的確是帶動了 整個工業進程的發展 因為說真的 我常常講 全世界沒有一個運動 會像賽車一樣 他影響了層面這麼多 他影響了整個 不管所有的 基礎工業 高科技工業 到整個 民生工業 他都影響 沒錯 包含整個橡膠 輪胎的發展歷史 到現在還在不斷的引進 對啊 每一年我們賽車的輪胎 都需要去改進 每一年都有賽車手 靠背輪胎 抓進去不夠 所以大家也不用相信 說什麼 今天輪胎特別爛 沒有 每一年都很爛 包含整個引擎科技 燃油科技 你很難想像 甚至在我們黎曼大賽裡面 甚至還有柴油車在裡面 他也推進了 他這個過程當中 也推進了柴油車的發展 也推進了柴油燃料的發展 真的 以及到整個空力 甚至到橡膠 還有各種甚至 甚至一個螺絲 甚至是人生物品安全帽 材料的部分 都有影響 以前路上能夠 看到好的安全帽 也是透過一些賽車手 犧牲自己的 頭顱 來做一個 好的測試 你看以前那個 百年前 半導TT帶什麼 西瓜皮 就是瓜皮啊 我看以前的GPS 帶瓜皮 通勁的瓜皮 那個時速 那時候時速已經快到200 對啊 那時候就是那種 Coplay Racer的套裝 就是我們的比賽拳 比賽結束了 比賽結束了 昆山科育大學 毛昌正 恭喜獲得我們第一名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是鎮修科育大學的 朱俊宏 也有CN組冠軍 要來看宗哥耍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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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人都沒有 哇 宗哥面面相去 他們都不知道 今天他們還是主角 他們都以為我們今天只是 在那邊當花瓶 不是 沒錯沒錯 那些賽者手在那邊 我們現在站在那 我們上面第一位 是我們的毛手 哇 出現了 瞬間 這是魔法嗎 魔法魔法 就這樣 跳一下 就出現了 然後是在那個貪婪之島 使用銅行 就飛過來 就起來了 厲害啊 第一位是我們的 對 第一名就是他 第一名就是他 然後就是我們的滑風輪胎 就是我們後輪胎 想要工業進程嗎 真的耶 你看我們的輪胎 也自己推成族型 像以前我們都是單一材質 到大概近五年來 才開始出現複合材質的胎 不過飛達輪胎 好像會自然對不對 自然 飛達輪胎 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 廠商 對不對 自然 好自然 太自然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 150D 還有150C的混跑 對 這個也是現在 市場上蠻 有一個奇怪的發展 不是說奇怪 我覺得蠻詭異的是 為什麼150有150的車 那沒關係 現在125的車 每台都裝150的 再出一台 對 對 像G5 還是G5125 然後後來G5150 G6也是 可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 產品應該慢慢會被簡化 如果當 會不會 欸 哇 立刻就出現事故了 對 沒碰在一起 有有有有 剛剛好像看到有 看一下 對 是後車把前車的後輪幹掉 對對對 這就很像是之前那個 抖V廚師一樣 就是被掃的莫名其妙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莫名其妙 一波帶走 對啊就啊 咻咻咻咻 欸 後輪怎麼不見了 欸慘人的是 慘人是他那個 隊友叫什麼 對 推土機之王 對 推土機之王 真的 超猛 是新一代的 繼那個SIMO CHERRY之後 對 新一代的隊友殺手 對 新一代的推土機之王 對 之前那個SIMO CHERRY是很有 顛覆的才華洋異 可是他就把佩洛莎帶走 還有佩洛莎 那一年年年度冠軍 大受影響 人家騎車 我開推土機 對啊 因為專門就是 所到之處 先我可慘 對啊 他一個那個 少林武功的概念 他目的不在 就是得冠軍 都不在慘人 每一場都要慘人出去 我今天要幹掉一台才爽 他的幹不是用操的 他的幹是直接幹倒 對 好開心 對 反正我也沒分 你也沒分 開心 就算騎到前幾名還是要慘人 真的 沒辦法因為你是西班牙人 我是義大利人 活仇佳恨 自古以來 地中海就只有一個霸主 真的耶 就在地中海兩岸 好 那我們回來我們的現場 現在我們 嗯 又有一位車手嗎 不是 剛四谷的車手嗎 第一台是地瓜耶 對 因為這是150 所以那個隨人地瓜 像他表現都蠻優秀的 這是150的霸主 隨人引進完全 都是不同檔次 對 不起來 不起來是售原廠 這最快真的還是 地瓜嗎 對地瓜 地瓜不是有出一台橘色的 配備很豐富 賣十幾萬的一台 有嗎 有 一台特試車 我只要借那個 那個文案 滿好笑的 跳跳虎 我們不要跑山 我們只跑台一線 他在酸 他在酸那個 吊架 吊架 就一直抬 對對對 他原廠車 彎到性能機 沒那麼優秀 需要一些進一步的改裝 沒錯 我記得那時候 我朋友剛買沒多久 然後後來他們一陣 就有出那個 他那個 引擎吊架 強化套件 原廠出了 不是不是不是 改裝品 進戰就不會出這種東西 進戰 先天 先天也有兩個 就是已經搶在這裡 對阿 就是看你車手 狗狗厲害了 我們剛剛聊到一個 就是 對 課金 課金 進戰一定要課金 進戰就是起步就輸了 可是體質是好的 就很像是 大家最近有玩神奇寶貝 對 寶可夢你有玩嗎 沒有沒有沒有 抓神奇寶貝 阿裡面就有一個就是 我玩車都把錢花掉 說這也是齁 對啊 我現在用飛鴿傳輸 飛鴿傳輸 飛鴿傳輸 隨機也沒有在用手機嗎 沒有沒有 就撿人家的中骨機來用 對 沒有我撿人家中國的鴿子 沒有 鴿子還有中骨的 對 有人家賽哥不要了 喔賽哥不要了 飛鴿傳輸 然後等一下飛不出來 可以當魯鴿 對 飛鴿傳輸 一格閃用 在那個硬碟比較快 比他下載還快 飛鴿傳輸 厲害厲害 誒誒誒誒誒誒 這是一個慢車吧 套圈 應該套圈 因為這圈速機差滿多的 這個看起來那個騎乘風格 對 騎乘風格不一樣 那個琴腳大概是 沒有用完 以髮線來說 以髮線來說 一個大概十度 一個大概差不多三十十度左右 比較那個 比較穩健的一個超越 哇你真會說話誒 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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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到了 我應該要改良我的負面的批評值 負面情緒太多 負面之前太多 對 亂騎 幹 擋路喔 不是不是不是 穩健 說真的你要在被快車超越的時候 你要保持一個 穩健的步伐 這倒是真的 因為通常 揮藍騎的時候 有些新手會比較緊張 他可能隨便便線 對對對 大部分被揮藍騎的人 都不覺得自己會被揮啦 對對對 小弟一開始 就是剛在新手賽 也看過藍騎出現 對 那時候其實心裡有無比的震撼 有人快了我一圈 我在新手賽 比較沒有遇到這個 我 因為在T10 T10比較那個 喔 對 新手組就拿冠軍 第一場就拿冠軍 哎呦 只能追這個 只能追這個 阿長大大 阿長大大 因為現在都被紅桿 因為他一直騎 或是在旁邊打嘴炮 沒關係沒關係 打嘴炮也是需要封肌的 因為現在全比賽都被紅桿 都是騎中後段 有時候真的是騎吊牆會 馬來西亞就撿那個阿 撿那一餐 撿那一餐 對阿撿那一餐 有時候發現自己騎最後一名 那是7777 還幹掉四五個人 還幹掉四五個人 鱸煙燙四五個人 鱸煙燙四五個人 就幹掉這四五個人 就幹掉這四五個人而已 絲橫片野 絲橫片野 真的被幹掉了 對 不過鱸煙燙也是技術阿 我肥摔阿 你摔阿 我記得上一次比賽是大概14年吧 那時候剛從西班牙回來 一下飛機隔天就到高雄 對就是在這個場地 那時候是 那時候跟西班牙的廁所討教一下 沒有 那時候其實我還蠻想去那個 Balensia 我們有到附近 因為你知道就是公司招待跟團 所以沒辦法支持我們過去 所以要不然是很想去朝聖一下 Heraiz阿 Elegant阿 今天著名的賽道 對 最想去的是Heraiz阿 歷史最悠久 歐洲的賽車活動真的是 白天歷史真的不一樣 對阿 從以前那個引進跟養樂多一樣的時候 養樂多罐一樣的這種 80cc嘛對不對 對阿 最早的GP 80cc開始比一天阿 喔那時候 我印象中有一個 車子 Suzuki喔 50cc 14檔尺 50cc雙鋼 然後14個檔位 50cc雙鋼 然後14個檔位 一鋼跟 一鋼跟 一鋼25cc而已 20cc要怎麼比阿 一鋼25cc 二星塵 重點是他有14檔 呵呵呵呵 他齒輪槍有14個檔位 哇他齒輪槍大概是引擊的10倍大 我在說退檔要怎麼退阿 14 19 19 5 4 321 那時候應該沒有那個數位的易經選擇 他那個檔位可能會 他擠手機到那個混掉吧 對啊 蠻有趣的 那台車 欸又有事故發生 對 這個聽說就是摔到蠻嚴重的 這個摔得蠻嚴重的 就是那個爆肝哥嗎 對對對 喔那個 他還會說 沒事沒事他沒事 他在進去 呵呵呵呵 不是開玩笑 可是當天氣氛蠻凝重的 因為我發現他躺在地上 就沒有在動了 躺了 就是這樣 就是蠻痛苦的 然後等了一陣子之後 就是剛好比賽結束 然後 就是救護車就把他載走了 就完全一個爆肝的 不過場上是有被 這個兩台救護車 是對全球有個保障的 對一定要的 就是發生事故的時候 我們可以馬上做一個即時的處理 好 那現在我們 重現 對我們第一名的車手就是 新入地瓜的陳藝成同學 來自中原大學 對 第二名是江藝昕 第三名 周一 看起來這個 那時候我們看到場上的大雄感官 因為中原大學 畢竟也是 其實是他母校 喔 是喔 去白科 欸我有聽到誰說 第一次騎車就等你 笑了好開心 周一選中 周日來比賽 周一還有一場 呵呵呵呵 呵呵 好這個是 導播 出的不錯 那個 修哥看鏡頭 好 模板面 那個 都沒人在看鏡頭 都沒人在看這個 他們可能前面有相機 他們以為相機是重點 殊不知 相機只是暫時的 這個錄影的永恆 對 下次記得大家上台 以後大家記得 上班上台都記得要看一下 錄影機的鏡頭 對不要自開相機 對 好 再次感謝我們華鳳人 還有 還有 後面其他所有贊助商 對馬基斯 YAMAHA WE BY SPEED 還有RS5PE RASING SCHOOL 喔 RASING SCHOOL 沒有 沒有 學生的RASING SCHOOL 誰班啊 張先生 約束計畫 我想起來 張工 先考張工 Bike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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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了 緊張超多 欸 我看到一個我熟悉的名字 洪聖佑 洪聖佑 也是我們UCR的前 UCR 前前總召 這我就不曉得了 來自國立台灣大學 這個一定要追一下 這個 那 念到被退學 念到台大被退學 是不容易 真的不簡單 通常在高等學部被退學 後來就是一番事業 來 騎車 可憐 或者是當乞丐 因為你看嘛 林白利有幾個 沒幾個 比爾蓋茨有幾個 可是打到時候 他們都說要被退學啊 被退學 我也要被退學一下 被退學 不是啊 被退學兩萬個人 也只有一個人 是出人頭地啊 對啊 像這個被退學完 就來騎摩托 那還摔車 就更慘了 這不是那位同學 騎MDR的同學 可惜 應該也是 退賽 哇 這樣就退賽了 其實轉到還蠻 擋車 擋車轉到蠻那個 對啊蠻容易 可能譬如說是 腳踏啊 或者是拉膽啊 又摔掉一個了 這個一個標準的 地板動作 躺在地上 看起來也是 欸沒事沒事 通常自己爬起來 就不用你爬 欸不一定喔 那自己 那時候腎上腺素激發 沒感覺 喔有可能 到場邊就嘔吐幾十兩血 佳樂 我好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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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樂 佳樂你沒事吧 佳樂 佳樂你不要去啊 佳樂 真的耶 你不想 欸是我講佳樂的 對 不講佳樂我都忘記了 這一段 因為我在車 超經典的 兩輪重機嘴臉 對幹四輪嘴臉 對啊 直接被屌虐 被大阿車屌虐 真的 很保時捷屌虐 對 這跟台灣的行車現況 他那還是保時捷嗎 對不對 大偉那台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不重要 幫我照劉德華開才偷他嘴 你看 跟台灣的行車環境一樣 跟重機用 用身體去爭起路權 對啊 被屌虐 真的是被屌虐 這光是抓地力就有差 然後對於路面的那個狀態的 那個變數 機車其實也比較遲 然後路面狀況 對啊 所以大家 在路上騎車千萬不要成兄鬥狠 對 在賽車場 比較安全的情況下 對 合乎競技規則的方式成兄 對 沒錯 要符合競技規則 其實 大家看這個 雖然比賽 你操我操你 都沒所謂 其實有競技規則在 是的 好比說一個超車 該怎麼樣的合法的超車 合理的超車 或者是一些 不該出現的一些動作 沒錯 或者是你在一些阻擋 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 裁判是看得出來說 你有沒有惡意阻擋 好比說 你騎打人家前面 你一直去擋人家線 你明明就是慢車 對 然後你還是故意在煞車 不立位攬器啊 再奇怪一點煞車啊 主在後面選手 主在那個權益的時候 那是非會被大家會發現的 沒錯 不是大家這樣看看 我們這樣打最好 對 講回認真面是一個 趁直的慢車啊 就是要 不要亂變現 穩健 沒錯 這才是一個好的慢車 欸 一個又有選手 我剛才講這個四號彎 吞噬很多人的一個彎腳 很奇怪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彎真的 我那一看以後我也覺得 我看一看我是覺得 不意外啊 真的是 因為它是一個有點 內縮的彎 對對對 它彎到了 進彎的路幅 跟出彎的路幅 不一樣 所以你在進彎的時候 以為你有很多路線 出彎的時候發現 哇 GG 欸 這邊又是一個超越嗎 卡到內線了 超越 超越 非常乾淨俐落的 玩殺車 它真的要很乾淨俐落 不然你只是會讓自己變慢 沒錯 如果玩殺車沒有超越 就是變慢 玩殺車如果沒有超越 你整個出彎的玩具就掉了 剛剛就是978被超車 喔 是喔 對 78被超車 哎呀 78先生 對 好 又走一個不同的線路囉 有機會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速度太慢了 單缸車是真的 站在單缸車 都KTR嗎 兩台野狼應該是KTR 檸檬燈應該其實是KTR 喔 這樣從車頭真的看不出來什麼車 側面 所以叫他們比較單缸車 都是單缸車 對 單缸車 就是單身二十年代單身二十五年半 都是五車 還有兩台KTR 第一台是野狼 喔第一台野狼 第一台比較 第一台比較明顯看車的野狼 後面有點改裝 看不太 比較難看便 反正都單缸嗎 對 我以前騎雙缸車 捷伏地亞都知道 我雙缸 我雙缸 對 我雙缸 我驕傲 對 就算我一缸七十五年代 就算我很容易 我一樣就是雙缸不一樣 跟你不同檔次 你想想看你轉數多少 我轉數多少 不同檔次 因為那時候騎MZR就有一個 知道 第一次騎MZR就是 累大車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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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個轟 想說這個彎腳 在這個Speed阿前面這個彎腳 哇 這個Speed阿的詛咒嗎 不是不是 在考驗Speed阿P 剛才說全手穿Speed阿P 就是要做個實驗 就對了 然後剛好再倒下去那一刻 站起來 背面就是Speed阿看板 哇 這個效果 你就不要站起來 你就彈著你 你就會說 欸 我讓我買Speed阿P 那我萬一就可以結帳 對啊 你這樣一抬頭舉頭 忘Speed阿 這個很好 我覺得以後 那個廣告欄 那一面應該會變虧 我就說以後剛才那個彎 就賣給一個贊助商 那以後導播轉播之後 就不用提幾號彎 對啊 欸Speed阿彎 有人發聲轉到 就像那個啊 很多著名的賽車選手 都會以他為命名 什麼Stoner彎 像我們這有名的就是 智障彎 智障彎也是盡定 智障彎其實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叫智障彎 大家就後來就習以為常 叫他叫智障彎 就很多新手都一直說 喔我這智障彎 你他媽你知道什麼智障彎嗎 你知道誰叫智障彎 對啊 你知道智障彎現在拉保險嗎 對啊 講字好像不是一樣 你說看你拉什麼啊 喔我拉 出入毛坑 出入毛坑 常習出入毛坑 每天出入毛坑 我跟你講順暢得很 對 出入毛坑 好今天這個學這個場 就不能通常服 不嘴啦 對阿 有興趣請下智障 智障彎 你聽說你在智障彎一天摔四次了 我怎麼聽說三次 三次還是 我都不知道 我有聽說三次 好歹他也是同車隊學長 好歹我是我們的前輩 FDR前輩 FDR前輩 這是我們金叉車隊的學長 對 當年有那種小動態 大家車都好漂亮喔 那時候我進去之前 他們的車隊每天都 你知道每次比賽都弄得很漂亮 像我們那種苦逼拳手 車子還沒有殼 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講後來就完全逆轉 後來你覺得 喔動態的車好漂亮 紅色的殼耶 然後機子就拆掉了 FDR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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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車隊高起來 車隊 有個氣勢在了 對啊 那時候哇 騎士打開 對對對 那ZSZA常證據 對 那時候我也常常上班這樣 對啊 那時候都是大大 然後 然後就死掉了 FDR前輩 有啊你可以極限跑 OK啊 你是ZA還是ZB的車 ZA啊 所以300的 對啊那時候就是 在極限就是 就是出彎電的 出彎 我跟你拼出彎就好啊 就贏了 跟你拼有力 對 然後一進彎就被偷 對 出彎就電了 畢竟那個 累大車嘴臉 累大車嘴臉 真的 從FZR開始培養大車嘴臉 對沒錯 好 我們現在看到最後一圈 精彩highlight 精彩highlight又有一個超越了嗎 外包 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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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應該都沒有人氣這樣 我剛剛摔一下手 應該可能有一點 些微的肢體 或者是 親戚之間的接觸 也許是他的 一個 情緒上的觸法 也有可能 就像蹬斗仔的趕快 他沒有斗仔可以蹬 沒有斗仔也不能敲把他受 因為一敲 一敲就歪掉了 一敲 哎呀 逆超多了一場 哈哈 對所以只能揮空氣 就跟那個亞洲空幹王 剛剛臉一樣 空幹貓 空幹貓 對阿 空幹貓 以前我都很愛用 書一壺 書一壺超好笑 我以前都好像那個李星 就是李星遮臉的那個 後來都改為空幹貓 我也裝空幹貓 不知道回什麼 我就回一個空幹貓 比如說 其實我很羨慕 欸欸欸欸 妹子 哇這個 行行行 可以 這個很敬業 敬業 敬業最重要 真的 不要把你的事業展現出來 就是一個敬業的表現 沒錯沒錯 而且當天這兩位修購 我看起來穿得蠻辛苦的 怎麼說 每天有點涼 真的假的 喔 沒辦法嘛 他站在這邊一天三千塊 就對了 下次有贊助上 我們請兩萬塊 兩萬塊 兩萬塊 就要罰站 那只能穿C字布 沒辦法 那種尺度就不一樣了 那時候就要封閉起來 在場所 那我們被警察還超不行 這個這個真的 我們賽會還要保持 這個明鋒淳樸的感覺 明鋒淳樸 賽車腦在明鋒樸 賽車永遠都是 走在世界的前端 我跟你講 對 所以我們就跟我們講 就是 我們要變成懸美比賽 效益 大專任效 懸美比賽 對 然後就是 附加賽車 賽車表演 賽車表演 這才有噱頭啊 對不對 還可以拉贊助 對啊 選美加賽車的時候 感覺就不要 牛搞頭 就像是殺掉蝦 加牛丸的感覺 對 賽車加選美的時候 是沒有搞頭的 真的 賽車比賽加 附加選美比賽 他們不小心看過 對啊 繞圈圈 對啊 繞圈圈 苦逼的窮男生 對啊 怎麼車連殼都沒有 可憐 對啊 你看我們都敢太螺絲 好臭喔 對啊 選美比賽加賽車 他就遺忘賽車這些 喔 選美比賽喔 完全沒有人記得賽車在幹嘛 對 可是賽車選手還是可以玩得很開心 這是雙贏的 真的啊 賽車還誤以為來看選美人賽 看他們比賽 然後再增加他們的自信性 對 整個是一個完全 又更正向的循環 對 這是我們的這組 最兇狠的組別 好的 那我們下次就來辦 一個夏季賽制 選美 選美 校季大專業校選美比賽 緊急車錶賽 哇 厲害了 厲害了 好 下次怎麼辦 就今年了 就今年了 可以看到這一組 最兇狠組別 我們最兇的陳建維選手啊 對 你知道他到底比幾年大專飛啊 我記得從鐘哥在比的時候 還沒在比 我那時候那天 就要講一句話就是 呃 陳建維在比賽的時候 我在看比賽 我在參加比賽的時候 陳建維在跑比賽 到我現在不比比賽 陳建維在跑比賽 還在跑比賽 對對對 真的是長青術 是長青術 車坦的一個亮眼星星 你看 嘴砲他跟嘴砲他 嘴砲他 算了 因為大專飛嘛 因為畢竟他距離那些 真的前輩還算是 對阿 沒錯 可是當然跟我們比起來 他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選手 畢竟能夠 維持賽車這個熱情 真的很多 啊 也有事 也有事 其實在高速班的時候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比較殺紅眼 有時候 一個你知道嗎 殺紅眼 這個琴腳一過多 撐不進去 還是要這樣 蹭蹭自己的盡量 那我就講陳建維 他 嘴砲他跟嘴砲 我覺得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標杆 他是對於一個新的 一個選手們的標杆 你必須要 能不能貼近他 或是超越他 或是學到他一點點東西 都會讓你經過 我覺得 他是真的是苦練出來的 然後參賽經驗 非常豐富 完全全實力派的選手 而且很愛騎車 我發現 我還有沒有一個人 可以這樣子比賽 他真的是熱愛騎車 他是騎去嗎 騎去 把他這些比賽車騎到大鵬灣 對啊 在比賽 然後再騎回去 超猛的 我完全不敢做這種事情 我那時候只會想說 如果要我做這種事情 我只會想說 我在路上會遇到車禍 我騎到一邊會不會摔車 然後回不了家 我去比賽會不會太累 然後有沒有人再騎回來 他可以 租貨車好了 對啊 所以他那天四小時 那一九賽 他一個人騎三個小時 應該對他說 就是小賽一點 對阿 對阿 就是輕鬆騎 又不是很緊繃的騎 對啊 所以他隔天在決賽的時候 騎了一個不錯的成績組 他每一組都很文道 畢竟他在那個什麼 2014年的時候 我記得2014年那一場 2014年 2014年在高雄戰的時候 他吃的蠻多苦多 他很多時候都是車子製造 那一年 那一年 那一年比較多的鏡頭 在高資訓身上 高資訓身上 高資訓身上 大概拿了六組 六組還七組 哇 欸 那高雄的時候目前現況 因為剛完 我知道剛退伍沒多久 然後四小奈有賽他有回來比 喔 他有回來比 四小奈有賽他有回來比 然後決賽就沒有完畢 可能不是選人身份 應該是退伍的 可能是退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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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當年也是 就是看著高資訓 開放 對 看著你少數就是 長得帥又會騎車 我覺得他還蠻有天分的選手 對啊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也沒有比 天馬拉西 對正式比賽的經驗 那時候也沒有到很多 而且重點他長得帥 算是 對啊 比較能夠堆騎 那個明星的那個氣質 對啊 其實你看很多 NBA啊 或職棒的球員都打得很好 可是不好 為什麼 他媽長得醜啊 長得醜 酷逼 講到一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喜歡籃球啊 像NBA 今年啊 數據最好的後衛 就是 James Harden 大虎子 對還有 Wesbrew 神龜 忍者龜 可是為什麼明星賽 Wesbrew沒有前發 是Curry前發 Curry裡面今天就打很爛了 對 沒錯 就長得帥 今年他也投不了 今年他的三分球名總率也不多 投進最多的也不是他 是Eric Golden 火箭隊的後衛 可是因為他長得帥 好險 沒錯 像賽車裡面有一個Camp Black Camp Black 其實他 你看到金卡納 他在裡面很紅 可是人家會講 他的成績其實不怎麼樣 他在整個 整個世界拉力賽的過程 或是現在裡面 他成績都不怎麼樣 他沒有到很頂尖 可是他 有會作秀 有代言 喔 會作秀其實很重要 他能夠帶來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他的那個 就很重要 對 因為你要對於那些贊助商 對於其他的 廠商愛說 對 他們需要就是曝光率 觸及率 他們不需要你那些賽車場上 成績有多屌多屌 沒錯 就像為什麼 Russi永遠都是情緒那麼高 因為他能夠吸引很多 那剛在我們聊天過程中 有一位車手 不幸轉倒了 對 又是在Speed R1前面 對 那天大概幾個彎腳 真的蠻容易有事不發的 重點彎腳 可是Speed R1的彎腳 那天有事故都蠻嚴重的 肉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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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peed R1 對 還進彎之前 他有事 我聽一位選手講的 如果站若遠我也看不到 對啊 這個看到也太吃虧了 對啊 天眼通 第一彎跟 這個 第二彎 第二彎也算是比較多事 對 一個彎數快 一個路線又變長 對 那這第四彎也是 我從來還沒有跑過這個第四彎 很有趣 下次再來練車試試看 可是 你要去騎摩托 因為如果是騎高卡丁車 方向是反 喔卡丁車 所以摩托車是反跑嗎 摩托車是反跑 摩托車是反跑 卡丁車是正跑 這樣 所以你如果去開卡丁車 你比較 你可以下去走 那時候大概就這樣 不過當天早上 我都帶他們 我都開這張集中的車下去 開休閩車下去 趕托車 早上集中的車 你說JUKE喔 那個啊 那個 ROG 他不是JUKE 大台一點 J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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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緊 對啊 比較緊瘦 比較緊瘦 現在又是一個超車畫面 第一彎 勇敢 這個琴腳其實做蠻深的 第一彎要超越 不管是外包還是 統配線 我覺得都蠻勇敢的 對啊 速度 速度之高啊 第一彎的彎速度可以在做多少 我感覺到 他們應該應該 時速應該進過來的時候 應該有80 這個 在這樣的場地 這個視線下 其實80算是很快的 對 大家可能覺得 80 這路上也騎80啊 又不好意思 這一路載 然後環空虛心怎麼那麼大 那在這個精壽賽道裡面 而且跟競爭的過程裡面 對 其實是保持一個專注力 而且 每個地方你都要用進 請教 右門 對 這樣才可以獲得佳績 好那我們方格齊揮下 第一名 果不起來就是我們的 十年的 老選手啊 十年磨一劍 一劍磨十年的 我的陳建偉 我都媽想我 十五個都想好了 厲害厲害 以後就用這個 介紹他 十年磨一劍 對不對 一劍磨十年 成就我們的陳建偉 喔哈 真的是建偉兄 然後第二名是我們的 張宥佳 開始引導大選 他們是C組 對還好 沒有分開組別 不一樣 得 獨自頒獎台 孤單 孤單的一劍 他看起來真的 也長得不像大學生 孤單一百間 年...博士生 年紀是博士生啊 差不多 哇他年紀應該 應該比我大 應該二六吧 應該二六吧 年七歲 我二五 你二五嗎 我二五 你二五 我一九九一年了 我一九九一年出生了 身分證 真的真的真的 身分證 現在觀眾看不到 我現在一九九一年出生了 哇你長得一個一九八一的感覺 對 我剛剛說八十年次 你說一九八零嗎 哈哈 哇那我現在七七年次 那是老兵 摩托三 又是陳建偉 那摩托三的車種就是 比較 喔喔你看你看 哇 起跑就孤輪 起跑大家都在比孤輪 真的 其實起跑孤輪就是慢了 大家一定要記得 在比賽的時候 孤輪其實我有一個新的 其實孤輪不一定慢 你要一直孤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摩托 一檔孤二檔孤三檔孤 孤到他自然撞下來 沒錯 如果你沒有因為松油門 讓他抵通 你收油就慢 對對對對對 你要一直孤出去 這是我的新的 新的見解 那四位有誰可以 一路孤到地步收油 哈哈哈哈 那時候以前 知道會孤輪 然後怎樣就是 腳先放在下一個檔位上 喔喔 把檔下去就下來了 對對對 滿進檔的就下來了 有道理喔 你就一勾 所以就最後留不下來 一檔起步嘛 然後你就腳步放在那邊 等著你不要進 那樣二檔 後來我就改反檔 後來我就改反檔 對我就跟人勾一踩二 所以踩 如果我估起來馬上就踩二了 所以用踩身檔 你覺得會真的比較快嗎 踩身檔比較快 在進彎的時候 在彎中的時候 喔我覺得在彎中 尤其是左彎的時候 對對 在左彎的時候 用那個踩進檔比較快 所以我後來就改反檔 喔 那你這樣反打跟你入上汽車 就錯亂了 對 就比完賽回家騎車就錯亂了 對阿 比完賽回家騎車就錯亂了 然後騎完 然後 然後回到我們賽場 那邊錯亂 然後就是這樣 一直人流錯亂 沒錯沒錯 後來就一口氣把所有車 全部都改反打 對阿 像GP車手也是一樣 他們比大家都是以反打 因為他們在彎中 需要更多的便檔 對 這組型蠻刺激的 就是如果摒除掉陳建文 後面鬥爭很激 為什麼要摒除掉 因為他的車子是MOTO3的啦 就是車子不一樣 正MOTO3就對了 然後騎他是BikeA 對對對 其他是BikeA 陳建文 那天做出一個 很誇張的成績阿 多誇張 44秒 對 以擋車來說 做出44秒很誇張 為什麼 因為擋車軸距是比較大 對阿 我那天跟他一直講說 我靠這R3騎的比R6快 R3騎的比R6快 R3騎的比R6快 讓他騎到R6就比R1快 騎到R1 騎到R1 現在就比那個 就不知道還可以比什麼還快 就最快了 就最快了 欸對阿 新的R6你有看到嗎 我看到那個報道 噢 見諧照 見諧照出來 帥帥帥帥 一個M1的概念 可是他們說 他們之前不是講說 市場預估就是 600C的機率會被消滅 會被消滅掉 因為現在1000的車 做到跟600一樣好騎 對 這跟600一樣好騎 所以入門的車款就會被消滅掉 然後取而代之的是 經濟車款 250R3 250R 哦你說1500那種 中階級跑的概念 對對對 像CBR500R 那種比較經濟型 就是採用比較 沒有那麼高科技 然後好騎 一好騎為主 就不算是防曬 算是那種 鋁跑 有造鋁跑 有殼的街車 我想說有殼的街車 本質就是街車 就像是以前那個 那個叫什麼來的 我記得Kawasaki 有一個長青的 ER啦 ER系列 ER系列 類似那種 就是經濟型的車子 沒錯 就一台可能 一台賣10年 真的 一台賣10年 運行都不用改 就賣10年 這個很神 這個就是 比較經濟型的車款 會變一個主流 然後高階的車子 就會變 推往更高階的方向去 這不就跟我們那個嗎 大前演藝講的一樣 一個M型車 對 已經不像是以前的 這種 250跑車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選擇 尤其在跑車的過程裡面 跑車的比較多 以前還有更甚至 在600跟1000之後 還有一個75 反而街車現在變成這樣 因為我關鍵 街車會有個 800 75 對 然後 有個 對 這個就是 我們的 翁宜慶 跟郭竹藝 選手 兩位 轉倒 在這邊 有漏油 他們說有漏油 所以還轉倒 兩個倒在一起 不過 翁宜慶跟滑胎車 我覺得滑胎車摔不壞 翁宜慶有回到塞廊上 可是那個郭竹藝就沒有 而且他們那時候在競爭 前三 而且是郭竹藝 郭竹藝跟翁宜慶是不同組的 喔 不同組 郭竹藝是真的 是Bike A的 他是Bike A前三 他在跟那個 蔡奧淳跟蘇貞穎 在爭那個Bike A 那翁宜慶在整 SUPERMOTO SUPERMOTO 可是MOTO3 可以看到這個比賽 大概只有三台車而已 所以翁宜慶其實是穩拿的 真的耶 他不管怎樣 他都是穩拿 透懂 透懂 對 前三 可是就是郭竹藝 摔車了 所以他沒有就是 沒有完賽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不然郭竹藝他也練得蠻認真的 他也真的是 對啊 我覺得他就是 像跟蔡奧淳 郭竹藝這些 FDR選我比較熟悉 他們都練起來真的蠻興奮的 包含到現在 只能夠還是就是 願意騎FDR 已經很感人了 參加比賽 在這種場地 CFDR真的蠻考驗選手的 尤其是緊湊的玩到 對 笨重 FDR說真的笨重很多 像之前啊 因為我以前本來是騎NSR的選手 對 那我有騎過的隊友的FDR 哇 完全就是一個過完之後覺得 好難過 好穩 對 尤其是 像以前在大夜宿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三點普遍嗎 對 那時候我NSR經過 每次都跟起飛一樣 對 對 穩穩的 有事嗎 對 小晃一下 就這樣 然後如果是NSR 就 然後會有餘症 然後 過去就會這樣 再上下一下 對 我覺得YAMAHA特車真的在懸吊 不然 YAMAHA每一款車 在國產車上面的懸吊很下狂 對 那尤其是 像我以前是七七百車的 後來換到金站的時候發現 哇 金站是神穩的 對啊 原廠車過彎超快 神穩 超級快 先開五八半 沒關係啊 下坡啊 YAMAHA不下坡 對 YAMAHA都比下坡 對 下坡再轉 我真的很認真 認真朋友 進在上坡店他們 下坡就騎超快 對啊 上坡跟你講 進站完全沒辦法 人家騎順便Joke都贏你了 欸不是 Joke也是YAMAHA的 對 講錯了 MEO 幾台MEO都贏 MEO真的應該會贏 對啊 比JR110 應該就贏了 海放 對 海放 車輕也贏你 原廠又贏你 對啊 還不准备個八千塊 所以以後YAMAHA我們購車價 補助什麼七萬八 再補助你八千塊去開車 七萬八加八千改中金 像你八萬多一台 蛤 你實在佔金價已經有八萬多 真的啊 八萬 八萬 八萬不是蠻justy的價錢嗎 沒有沒有現在不好意思 我那個Sbase 我在買的時候就贏九萬六了 Holy Shit 對 合理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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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世風之下 世風之下 老闆也要賣到 對啊 你知道一樣是150G 當年我買Fighter 就是大眼和這樣的情畫版 幹加完Fighter 六萬一 和海線 搞定 六萬一 現在就是可以拿他 請問六萬一現在買得到機車嗎 還是在賣 再填一半就可以買到 再填三萬塊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在150G的上面要九萬八喔 對對對 現在那個十字不同 對 現在那個 物價指數的標高 太誇張了 九萬了 真的沒有辦法買得下去 九萬塊 對 我說現在買二手汽車還比較容易 對啊 二手汽車五萬 對啊 拿五萬塊 五百台可以開個禮拜車就好了 對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真的是 讓人猜不透啊 比賽一看就好 我們這個嘴塊裡面就結束了 對啊 恭喜冠軍陳建維 哇 恭喜建維修 以及我們的 白科A組 國一成功大學的蘇振穎 白科A組 來自長科學大學的蔡奧城 以及我們最後一位上班的來的梁家瑋 再來是SUPERMOTO 第一名是我們的 馮甲大學陳立群 第二名是胡兆彥 來自明星科大 還有我們第三名的 我們一起來中台科技大學 摔完還是第三 真的 原本第一馬 摔完就是第三 因為為什麼只有三台 對 不過這場 BikeA就是 FDR跟 NSR之間 決鬥 喔 剛剛有NSR 有有有 蘇瑞瑩 蘇瑞瑩他就騎在前面 喔 對 居然還有NSR 蘇瑞瑩要借 要是前NSR 印象中 如果講錯就是講錯了 反正對 就是 都過去了嗎 對不對 等一下是一進到底 我們是一路講到底 對啊 我們完全沒NG沒有剪接 大家知道嗎 對啊 這個嘴炮功力也不是說 來自來 原本他是說 一段講一段 欸我們剛剛寫念超高喔 一個都沒有講到 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 Gogoro GGR 對 Gogoro S 所以蠻特別 今天那一天比賽 摔車的都是全球前五摔 我今天誕生有全球前六摔 怎麼說 因為車人還沒有賣阿 所以這些摔車的都是 第一個摔的 哇這個還沒正式上市的車款 Gogoro S 摔車就成交 對摔車就成交 你看 游騰義 恭喜游騰義選手獲得新車 摔車 那天在嘴炮 賀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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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那天 後來看那個 Gogoro做直播 他在嫌我吵 說我沒有國際關 呵呵呵呵 為什麼 整場比賽沒有聲音阿 我必須要去想 一直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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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Gogoro又出去 又成交一台了 感謝我們的這位 13號選手 13號選手 再度就是 獲得我們成交的機會 那他們官方怎麼弄你 說一下說一下 沒有官方沒有哪 是不是說那個啦 直播的一些 網路上的一些鄉民 鄉民 跟官方沒有關係 原來是鄉民 鄉民 不過網路都是邪惡 沒關係 我可以成手期 我臉皮厚 臉皮厚人不怕 呵呵呵呵 跟鄉民計較什麼 對不對 對啊 都是鍵盤賽車手阿 OK的 這個沒有國際 沒有國際水準 我這個比賽 你要我什麼國際水準阿 他希望你的播報有國際水準 那麼玩笑 那就請那個 10萬塊那個請羅賓 不是 我就說那就請他給你10萬美金 然後你進修一下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10萬我直接拿給羅賓請羅賓 那你再跟他充了20% 再賺2萬美金 對對對 對 我拿一點點 拿一點點 真的 這是一個 外包的概念 對對外包 專業 要包外包也專業 沒錯 交給專業的來 我們就播播這種小比賽就好 電動車真的很特別 怎麼說 那天場上你可以看到 現在 那個 有很多拳手 各種不同組別過來的 能夠騎在 能夠馬上適應在台車 大概只有成這樣 我發現這個成就很厲害 喔 因為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熱愛騎車 各種車款 所以他對於這種驅動 我那天第一天上去 我那時候中午我有偷跑 又賀神交 第三台了 感謝今天GoGoGo 大賺錢 第一天就有人在摔 對 從測試 從測試 從測試就有人在摔 測試就開始摔了 不過很 很感謝GoGo羅提供了 這麼多的一個 全新未上市的車子 對啊 來支持這個比賽 沒錯 特別 全球第一場 我們那天講說 全球第一場 GoGo羅統規賽 欸說不定是全球第一場 電動車的統規賽 有可能喔 電動機車統規沒有 對啊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研發的 包含那個派克風那些什麼 電動車組別都是自己研發 對啊 像之前Honda那個神殿也是很帥 神殿要騎TTE 對 TTE 對 就是電動TTE 不過那個EF1那個蠻特別的 換車 喔 我不知道 沒看過EF1 EF1 我有看到那個啊 就是數字 沒有看過真實比賽 他們比賽是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 不換胎嗎 換車 他準備拿來一樣的車子 對啊 進場就直接換台車 因為電池也會消耗完 所以台車 沒辦法直接加油 他不能換電池 對 他可以換輪胎 沒有換電池 瞭解 他直接換台車再比 所以他們也會有什麼二停三停啊 電池配送不同的戰術嗎 之類的吧 之類之類 我那我沒有仔細研究 我那天 GoGo羅我這次騎蠻特別的 因為他少了一個 因為他中路柴腳 青腳很深 真的假的 他青腳很深 青腳超深的 真的 人他扁扁扁超級高 他很妙真的 真的其實青腳很深 你會看到其實 每個人騎的 跟剛剛那些近戰比起來 不會差太多 差不多 可 我要講重點 可怕的是他沒有那個 所謂我們傳統的 引擎慣性 你在過彎 你在過彎的時候 會 你在過彎的時候 傳統的引擎 會有慣性戰 偷偷效應 他會維持一個車子一直到 維持一個重心的位置 可是電動車沒有 手油門他就倒下去了 彎到非常異常的靈活好奇 然後大扭力一出彎補 就衝出去 這麼特別喔 我那天第一次騎我第一彎 我就差點塞車 我就講到跟汽油車一樣 給他按下去 按下去就按到底了 按下去就按到底了 嚇我一跳 我突然問我幹我又要成交了 哇 不是選手成交 主播都成交了 哇 這個厲害 喜歡我那愛不釋手 就是 比較難入手這個價格 對阿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 這 我真的覺得這台車 在各個細節上都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而且我記得他那時候 一開始 剛上市一開始定價12萬 那他把每個零件跟成本 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其實就差不多這個價錢 對阿 那我相信他一提成新女的 車價就不便宜 對阿 當然是說 我會說 畢竟一個創新的一個 車廠 嗯 他必須跳脫這個傳統產業的思維 對阿 沒錯 所以他做成這樣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不過當然他之後一定會依據市場化 對阿 那是他們的事情 就是我們 私底下的建議而已 不過我們真的能說這台車真的做得不錯 他打破了一些 經得起在賽道上的水準 測試 對阿 一定不簡單 而且是零改裝 對阿 沒錯沒錯 其實原廠配備就不錯阿 現在他前面已經是 我覺得是對四卡強 這還是裝對四喔 還前面是裝對四 不過他速度真的蠻快 我覺得裝對四 齊有可原 不裝對四殺不住就對了 對阿 然後碟盤的尺寸也改變了 比之前還要大 我沒有仔細去看 不過的確是有加 我記得是有加打 會不會裝對三二零碟 不會啦 一殺就甩車了 一壓車刮到就甩車了 一壓車刮到就甩車了 欸 勤腳限制器 一刮到 刮到就幫你刮車了 真的 立刻幫你建設 一個最安全限制 電動車真的是 一個時代過 變遷的一個主流 是啊 因為未來其實 有那種生殖能源 到最後 你看 汽油阿 煤阿 總是會有枯竭的影響 對 我們人類一定要找一些替代方案 當然 對阿 替代方案 不過他們最愛算的就是 阿你的 你也會排一天阿 不過你排那天在發電廠而已 也是 你的排氣管 你的排氣管在發電廠 沒關係用Nuclear 好不好 Nuclear 核能 總有一天我相信 一定 人類是可以做出輸入 到立刻在發電 對沒錯 不過有一天 總有一天 不過至少他們現在這個叫做 人家講的叫燒煤機車 真的 燒煤 火力發電 你也 你就說沒有 我是風力發電 我是吃天然氣的 哈哈哈哈 炸開之下我是吃電的 其實呢 我吃水利 吃地熱 吃核能 吃天然氣 如果要換購新車 當你的車子騎到一個不能再 維修的時候 如果換購新車 我覺得電動車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 因為是未來的趨勢 而且其實相對之下 它 會有一些比較 一般 內燃機的沒有的損 欸 一個成績有被超過的鏡頭 欸 沒有 超越它的機率應該是那個 林伯承 爬爬大摩 爬大摩 爬大摩 你覺得自己的 對車子很熟悉 換你就是那台車是 Gogoro Double S 哈哈哈哈 再解線 對 再解線 就跟那個啊 那叫什麼 Bugatti的那台超跑 那台叫什麼啊 那台400公里的超跑 你記得嗎 Veron 喔對 Veron 它有第二把鑰匙 說不定它其實每一台車都一樣 它拿拿鑰匙沒關係 可是只有它有第二把鑰匙 Gogoro Double S 可以做兩次 插下去 原本15匹 插下去25匹 對 他們輪下 他們全都是十幾匹 輪下輸出 輪輸出 幾匹 十幾 十點多 不好笑 十幾多 輪輸出十點多 精湛的1.5倍 已經贏過多數的 大部分的速克打 而且已經逼近150原場的那個 極具了 是啊 好誇張喔 好誇張 我後面把陳建緯拉開 不過陳建緯體力也下滑了 他比了四五場 他昨天又比了 騎四小時耐久賽 又騎了三個小時 也算是勤優客園 對勤優客園 而且又是不熟悉的車況 真的 其實電動車對這場所有的人 裡面還有騎2T的選手 哇 真是大亂鬥 裡面有騎2T的選手 還騎這電動車對不對 那不錯阿 當2T車跟他有點像阿 沒有引擎煞車阿 收了就沒了 對 所以也蠻相似的 對啊 可是我覺得沒有陀螺效應的車 應該很難騎 要習慣要習慣 後兩天在賽車場上我騎了幾圈 我也是騎到 騎了第二圈之後 我比較習慣一點 這個感覺 對啊因為通常 因為我沒有認真騎過電動車在賽車場裡面 所以我第一次 第一經驗的話 就差點摔車 你壓太深了 對我繼續想說 問問就下去 幹 你是一個逆潮舵買車法嗎 逆潮舵 就馬上賀成交 就馬上賀成交 真的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陀螺效應有什麼意思 對那些觀眾 這其實我也有沒有 數量不多 比較難解釋 對 因為通常就像我們打陀螺一樣 一個東西在旋轉 就是 所有的力 譬如說像我們在動 動著很動 近著很近 我們覺得很慣性 那旋轉本身也是一個慣性 對 那它這個旋轉在那邊轉的時候 它是一個陀螺在轉 你去敲它 低氣不過它它也不會倒 對 它會一直維持在那裡 那我們機車裡面的引擎也是一個在旋轉 驅軸向在旋轉 對 而且驅軸向它是一個高轉數的東西 對 重則它都是在一個 每分鐘大概七八千轉 尤其在賽車場上的時候 沒錯 所以低轉 在低轉也有六千多轉 它是一個很強大一個效應 所謂有人做三千轉 不準不準 對 那它其實在賽車驅軸向裡面 就像是一個陀螺的概念 它是一直在旋轉 那旋轉的東西 你要改變它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覺得 欸 為什麼我壓車完沒做什麼 我們試車就自己會回正 這是一個陀螺效應的概念 對 那因為電動馬達 它那個馬達太小了 然後它還在車的最底下 所以它其實陀螺效應 並沒有 而且它只有一個軸轉 它不像那個去軸 是一個附性的一個轉動 它的那個轉動灌量是要看它的轉速 還有它的質量 對 所以它的質量太小 對 即便它超級轉速 可是它的質量不夠 沒錯 好 那我們第一名是來自 Gogoro大學 對 趴趴大魔王 對 第二名就是我們的劍尾選手 第三名 沈約翰科大的 周俊廷選手 第一場的 全球第一場的Gogoro 電動車同歸賽 對 全球第一場領先FORMULA 1 對 領先TTE 對 沒錯 我們是UCRE 對 UCRE 未來也會走向這個趨勢 那Gogoro都要持續的提供這個協助 對 你看他們提供這個2000塊的協助 可是殊不知車帥 大概花20萬才協助 一台是14萬嘛 對不對 它就算今天只摔5台 只要70萬 對 就2000塊只是一個很大 對 成交70萬 那天我記得它在摔6台 對 摔6台 一台14萬嘛 6乘以14 84萬 哇 大手扁耶 最大的贊助商今年其實不是 Gogoro 是選手 也不是 也不是Gogoro 選手 謝謝大家 當然是嘴炮 但最後沒有成效 是Gogoro負責維修好這些車子 會不會有人聽一般就卡掉 真的以為Gogoro這樣買車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不是 這些都是Gogoro就是 完全就是FORMULA 對 然後提供贊助我們這個比賽 感謝 露大大 Gogoro的創辦 Gogoro的創辦 名字是FORMULA Gogoro的創辦 Gogoro的創辦 然後提供這輛車子 然後促成這個比賽的一個完整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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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